谢谢主持人王外长好 北京青年报北京网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去年中国内地公民 已经走出去的人次 已经超过了1.2亿 越来越多的公民走出去 但是我们面临的海外的风险 也是在逐步的增大 去年中国政府从野门冲突 和尼北尔地震灾区 都接回了大量的中国公民 那我的问题是 除了这种方式以外 外交部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来保护海外中国公民 和机构的安全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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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